回府神宮底下坑道變身天蘭歌劇院 300多公尺長的金門宅山坑道 失敗世紀以前能因染暗戰爭而開避著水道 也是金門最不可失意的戰備封城之一 但這樣一座當年可以停放四十多艘小艇的坑道 如今在水上悠悠晃過的不再是用來戰爭的登陸小艇 而是搭載音樂家在坑道內正享美麗音樂章的小船 這是今年名氣越來越響亮的坑道音樂節 在最近這次的演出中一票難求 策劃音樂節的大提琴家張正傑首度請到歌仔戲火寶廖雄之 與弦樂四重奏連演 搭配著遠方的海潮聲在坑道內線上動人的音樂饗宴 究竟一座用來備戰的坑道是不是真的適合音樂演出呢 宅山坑道我敢說它是適量最好的一個音效 音樂廳你在怎麼測試它 在怎麼去調配它 都沒有這種所謂天然的 最好的就是不規則的花崗也不規則的鑿出來的 石頭是反彈的放了一個反彈的音 然後呢可是下面的水面又在吸你的音 然後還有財神坑道有兩個開口 A字型的 當你一個音浮到開口以後就傳出去外面 不會再彈回來的 這就是實際上最好的影響 在怎麼設計 在音樂體裡面都不可能有這樣子的效果 現場感受不同風格的表演的確如張振傑所說 不論在視覺上聽覺上都充滿了無盡的變化 從日每年秋天舉辦的坑道音樂節 今年每到夏季也會舉辦南館音樂會 走過半個多世紀的宅山坑道 未來是否有更多表演 目前不得而知 大家用作可說舉世獨一無二的天然音樂聽 值得你鎖定所有相關的表演訊息 感受這無與倫比的美麗 眾新聞金門報導